那你现在稍微看一下 你看一下 其实等一下呢 等一下我们应该有更多的 这是原本的第一章 然后我们现在改成这样子的方式呈现 我们的封面页 然后接下来 这个 这个全部都是文字的描述 现在我们把它变成这样子的方式 对了 因为我把它的格式完整的复制过来 人家做好的动画在里面全部都有 这样可以了解吗 可以吗 所以 我会建议你们 假设你用人家大陆那个版本 因为你没有付钱给他们 对不对 假设你要尊重智慧三权 我觉得你还是要花钱 请别人去做 符合正机会的一些形象的设计 我们就继续讲 我想回到刚刚我们已经交过的 这个翻转人生金融元末 改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是很棒的 然后接下来我还是要回来讲这个 专班延企 专班延企 还有专班特色 好我先讲这个专班特色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专班特色 如果你造字 你给主管这些文字稿 他就会造念 这是最不好的表达方式 最好是让这个主管自由发挥 好我现在我们就要先讲这个专班特色 当我在讲这个专班特色的时候 这边有123455点 我们不可以在简报上面放这么多的文字 最多只能放多少的字 24个字 请记住 这上面的字不要超过24个 那所以你的第一项了不起放2到4个字 那如果说2个字乘以5 总共放了10个字 再加这个4个字14个字 这样可以了解 好那我们就先把重点呈现出来 请问一下 第一句话的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 有瓜糊的 你看他有免费考证照一次 而且上这个课应该不用钱吧 免费 你看这边你看所有课程什么 考试通通免费也好 我只想我想要呈掉免费课程 其他全部都删掉了 对不起 我因为要把它改成 改成图解释 所以麻烦请把这一页复制贴上 好了 我们来把这个专班特色改成免费课 第一项我只要免费课程 其他通通删掉 好然后再接下来安排金融相关产观学专家授课 好了我觉得最重要是专家专家授课好了 就专家授课 就专家授课 结讯还可以有就业的服务 然后接下来就是就业媒合 就业媒合 还有我觉得这个叫做各地开班 因为简报的最重要重点 它不是要放一大堆的文字 而是要放什么 放这些很重要的项目文字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改造它 我们要改造它咯 怎么改造它 我们现在可以用这个 来去看一下 我要告诉你 假设你模板用的不一样 你至少你做出来 就会不太一样的性质 请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改成 因为都是项目嘛 我可不可以改成一什么二什么 可以吧 好 那这个我们先放在口袋里 第二个 这个也可以啊 对不对 就是我们开放这个班的特色 好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想说 这个地方麻烦请你放 请你放适当的一个图片 这跟它比较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你也可以只是一个 示意图就对了 好 我们开这个班的一个特色 好 所以这个也可以 这个当然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会有 两个不同的 这样子的一个项目 这个也可以 蛮多项目都可以放置 我们就来放这一张好了 这一个 好 所以麻烦请点 请点回来我们这个专 专班特色 专班特色 然后请你们点 记得保留来源格式设定 要选择这个 要选择这个 投影片2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要把刚刚那些 复制贴过来了 复制 首先是专班特色 复制 然后因为专班特色 我们就直接放在这个 这个地方好了 直接贴上 把它放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第一项是什么 免费课程 复制 贴上 第二个 专家授课 第三个 就业咨询 第四个 就业没合 第五个个地开班 各位 各地开班 我很想要把它画一张 例如说台湾地图 然后因为 因为假设我们台北 在哪几个学校有开班 在台中有哪几个学校 然后接下来换成它 会不会觉得说 这样感觉起来蛮专业的 麻烦请回到这页 回到这页 然后 在这个地方 这一张 然后麻烦请点它 投影电视 记得保留来源格是一定要打勾 我重点是希望说你换那个图片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我就不去做了 这个像例如说 专班特色 复制 这个 发属右键 然后贴上文字 专班特色 专班特色里面 第一个是什么 免费课程复制 然后接下来贴到它 贴上 然后你可能会要 需要把这个字 稍微调整一下 再做一个 专家授课复制 然后贴到这边 贴上 好 假设一二三四五 我都做完 我现在重点是要讲这一个 这张图片要修改到这个 绘图工具 格式 然后这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像图案填满 图案填满 好 我现在叫图案填满 应该也可以了 好 这个图案填满 然后麻烦请换图片 这个格式图片 然后请用线像图片 那你要放的是跟金融有关系的课程 所以在这个地方 金融 课程 好 填满 好 那看来看就好像就只有这个比较合适 好 打勾 插入 就是原本那张美女的图片跟什么 跟就是你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 形状一定不一样 可是它就会直接依照同比列方式塞进去 这样你就不用再花很多的时间 大小的调整 这些你都不用做了 那所以你看 我这边要强调讲一下 就是说 你觉得说 这一张跟这一张 我会觉得这一张会更适合 因为它有一个图片说明在那边 对吧 好 那这个呢 这个也是用其他的一些像量图 但是只是纯粹为了好看 这个是重点 有资讯在这里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找一个 不管是你的那个课程会拍一个海报 那或者是你会做一个什么的一个拍照 你就把它拍下来 然后放在这里 我觉得都会比较适合 好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第8页比第7页来的更好一点